注意!医生关心您!春季前造防臊痒,千万不要错过! 大家好,我是健康1.0小编葡萄,今天要来说说关于注意!医生关心您!春季前造防臊痒,千万不要错过!的是!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?一起来看看吧! 春季气候前造,容易引起皮肤臊痒,前造,脱血等不适,有以中老年人,绝经后女性,糖尿病患者,过敏体质者多见! 中医认为,引起这些症状的主要原因未干肾亏虚,血虚可起致血于三种,故可根据病因分别于乙子肝补肾,养血润躁,活去化于治疗! 明方桂枝汤由五味药组成,配物由两组,一组是心肝化阳的药,一组是酸肝化阴的药 新味的桂枝,生姜曲风散寒,配合甘味的甘草,大枣心肝化阳,可助胃阳,酸味的少阳,配合甘味的甘草,大枣,可以养盈阴,来针对盈阴外泻的自焊出,本方对皮肤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! 皮肤臭痒反复发作,约三分之二 患者插不出发病原因,中医认为多因味表不顾,汗出当风,感受风寒所致 繁慢性循麻疹出现皮肤风突快,颜色淡或苍白,遇冷水或受风受寒后加重,悲暖则减轻者,均可用桂枝汤以疏风散寒,每日一剂,睡间分量次服,疗成以临床症状而定,并久者可加用黄旗30克肩孚或雨于屏风散痛用 除皮肤臭痒,前噪,脱血外,还有皮肤均烈,出血,疼痛明显,日久会出现苔显痒,皮革样改变,半面色无华,头晕面花,心肌气短,一皮卷,舌淡苔白,脉细弱 治医痒血润躁,趋风止痒,可用四五汤加险,中程药可选择乌蛇止痒丸,外用疤痕止痒软化膏 另外,有些皮肤臭痒并非都是皮肤病的表现,顽骨不足的臭痒往往是体内潜在的疾病所致 甲状腺功能抗筋者,表现为睡眠时皮肤臭痒加重 慢性肾功能衰竭者,肾脏受到损害,可使体内产生某些蛋白质衍生物,引起皮肤臭痒 脑洞脉硬化,神经衰弱者,常发生振发性臭痒 脑瘤者,当病变静润第四脑时底部时,常引起剧烈而持久的臭痒,且局限于鼻孔部位 贫血前期往往有皮肤臭痒痒症状,这主要是由于皮肤组织营养障碍,导致上皮细胞功能降低,使皮肤前噪、皱褶、萎缩的缘故 赵燕,文 看完后是不是觉得葡萄小编在健康1.0分享的健康生活文章很好呢? 想看更多好文,或是喜欢健康1.0的文章的话,可以按赞追踪健康新世界并分享这篇注意 医生关心您 春季前造防臭痒,千万不要错过 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